中午美股交易日小跌作收 AI王者回答的股价也从美股1224美元高价回档 但这似乎不影响投资人对回答的兴趣 南韩股民也爱买回答 今年对回答的持有总额高达了15.2兆韩元 也就是相当于110.769亿美元超越了特斯拉 而想抢答回答旋风的还包括三星 AI晶片中关键的零件HBM高频宽记忆体 目前是南韩SK海力市三星还有美国美光三分天下 在SK海力市稳拿回答订单的状况下 三星也想要打入回答供应链 之前外媒一度报道三星的HBM在回答测试失败 但是执行长黄仁勋否认并称还在测试中 而现在回答和超微都要抢HBM 也考验着供应链的稳定度 传出三星有组梦幻团队 但是也透露说有其他人 是透过请年假的方式来响应 就是要争取加薪 尊重劳权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